前段时间迎来了印度一年一度的征兵时节 只见征兵现场人山人海 热闹得像赶菜市场一样 黑状的男人们在检测关口前光着膀子 排成大长龙 轮到自己的时候 赶紧卖力地向着军官展示一番 和男人的趋之若鹜不同 印度很少有女性参加征兵 就算成功入伍 女兵的自杀率也居高不下 屡屡有人难以忍受精神压力 不堪自杀 男性的理想 女性的噩梦 印度的军队究竟还藏着怎样的玄机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印度男青年积极参军的原因无他 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什么保家卫国 军人荣誉 在生存困难的情况下 那都是后话了 印度因为种姓制度 整个社会结构 呈现出金字塔形 富人在印度那只是极极极少数 那么多的人口中 占大半的都是下层的平民 穷人 而你知道印度大多数体力劳动者的月工资 是什么水平吗 仅仅不到一万卢比 折合人民币还不足一千元 很多印度家庭又越穷越要生 越生越穷 于是家庭里长大的男青年 靠普通体力劳动的工资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 于是他们只能去走参军这条路了 印度虽然穷 但好在政府对军队的扶持力度还算强 而且毫无门槛 如果成功入伍 就能拿到每月两万到四万卢比的薪酬 约合人民币1700到3400元 虽然也不高 只是勉强达到了中国三线城市的正常工薪标准 不过好歹部队包饭呀 对于那些出头无望的青年来说 当兵是唯一改善生活的机会了 而印度的入伍呢 要说难也难 说不难也不难 接下来就让小强哥来一一讲解 要想进入印度军队 首先得挑战第一道关卡 升高测试 很简单 只要高于170就能通过 对于一些特殊族群的人 这个标准还可以放宽到160 升高检测的设置也很简陋 无非就是两根光杆子上 绑了一根高度大约1米7的绳子 检测者必须赤脚挺胸 从这里走过去 脑袋能碰到绳子的就算通过 眼看着有人头发堆到了四五厘米 也被放过去了 小强哥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下一步就是震神了 说是震神 其实也就是省个学历和犯罪史 想入伍 只要学历在初中以上 没有蹲过耗子 就算通过震神 就算条件如此宽松 也还是有很多人达不到 于是为了混进去的人 就会给黑市一点钱 让他们帮忙伪造履历 通过了震神 接下来总算要进入 真材实料的审核了 体检和体测 体检的流程和我们大致一致 就是检查一下身体有没有病 体测就是体能测试 分成了引体向上 长跑 跳远等等项目 还有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的杂技场景 其实只是体测中的平衡性测试 这些项目的强度很高 虽然不知道科学性有多少 但至少能保证能通过的人 有不错的体能 最后通过了体测的人 欣喜若狂 得以入伍 没通过的人 只能黯然离场 还有一些距离合格 一步之遥的人 不惜对监考的军官大哭殃求 但仍然被无情拒绝 拖出场外 整个现场简直就是人类悲喜 并不相通的真实写照 其实 对于那些没有通过体测的人 我们也不能嘲笑他们 因为他们都是印度平民阶层的人民 很多时候吃不饱饭 体能自然也会大受影响 看着那些在体检时拼命挺起胸膛 生怕自己被刷下去的贫苦人民 是不是也有一丝心酸呢 印度军队人数超过100万人 但女兵只占了其中不到2% 印度军队中女性稀少这件事 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不同于我们国家 萨爽正规的女兵团队 印度女兵受到很严重的歧视 每年自杀率高居不下 这样的现象 和印度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 是分不开的 印度是世界公认妇女境遇最差的国家 强奸虐杀女性和遗弃女婴之类的事件 每天都要发生好几桩 最主要的始作俑者就是印度根深蒂固的 种姓制度和男权思想 男权思想剥夺了印度女性受教育的权利 她们不被当作人看 而是直接被划分为男性的从属品 低种姓的女子嫁给高种姓的丈夫 甚至还要倒陪嫁妆 假如丈夫死了 大活人陪葬的现象也不少见 很难想象现代社会居然还存在这样的陋习 所以许多追求独立人生价值的女性 为了逃避结婚就会去参军 但是军队也绝不是什么世外桃源 女性的受歧视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改善 这点可以从军队职务等级上看出 高级的职务几乎都被男性垄断 女兵多被安排一些街头维持秩序的琐碎工作 很难通过近身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除此之外 男性士兵在退伍之后 可以领一笔相当可观的养老金 但是女性士兵在退伍之后 什么都没有 等到回归社会 还是要面对来自社会的压力和迫害 入伍不能改变他们悲惨的命运 只是延后了几年 女兵们贡献了自己的青春 常年处在艰苦的条件之下 然而忍耐过后 面临的却是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 很容易击溃他们的精神 不过最严重的还要属军队纪律问题 女性受侵犯不仅是底层社会的疾病 居然还同样扩散到了象征国家荣誉的军队里 2015年 印度发生了一起跨国性侵丑闻 在韩国停留的印度士兵 居然侵犯了当地的女性 造成外交上的指责和轩然大波 印度边防警察机构中的一位女性副指挥官 也曾爆料自己退伍的原因 队伍里军纪极为混乱 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女兵 都受到过暴力侵犯 但当她对高级官员反应的时候 反被其指责不检点 肮脏的军队现实之下 平均每10万人中就有396.9名女兵选择自杀 远超男性平均的11.2名 不管是男兵还是女兵 印度底层军人的现状 其实也是印度社会整体的缩影 那么印度的军队就真的一无是处吗? 我想也不是的 关于女兵的丑闻 这几年印度也在有意识地进行改善了 毕竟谁都不想那些丢人现眼的事情再发生一次 2019年的时候 印度军方有意招收了800名女兵来调查军队中的侵害事件 至于调查出了怎样的结果 整治的成效怎么样 只能交给时间来判断 而他们的征兵手段虽然看起来可笑 但至少保证了足够的公开透明 很难容下腐败的走关系 而且入伍的确是给挣扎的底层人民提供了一套翻身的路线 他们在成为军人之后 家庭也能得到新生 而且谁又能保证这样招收进来的军人素质就不行呢? 为了生存而战的人永远是最狡猾、最凶狠的 对于印度士兵 我们尽可以议论 但最好不要轻敌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记得关注加点赞 支持秒加满 下期小强哥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Goodbye